直接针对这一个例子 而是你要个别的 那个别的话你必须怎么样 把它跑个回圈 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怎么样 把它转型之后再丢回去 特别说转完之后再丢回去 转完之后再丢回去 所以把它执行结果你会发现 转完之后再丢回来就OK了 它就不会再是里面全部都自串的情况下 做输出 所以这个是第401题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关键的地方就是把它每一个都抓出来 所以我用for iron range 在这个range里面 当然其实这边应该是零斗点 不过其实如果是预设值0的话 这个可以拿掉了 可以这种写法 反正大概知道一下 接下来的话一样就402 所以请各位一样再来看402题 402题的话基本上我们一样就是说 把402部分稍微看一下 其实它这里面的话402题它也是一样 也是找不定数回圈的最小值 当然这个范围大概就是一样这些数字 不过你会发现我刚刚已经把这些数字 一样存成一个文字档 把这些把它先存一个文字档好了 存在A402TST好了 这个档案 一样我把它什么 读出来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这样读的话 你会发现我一样没有转型 不过刚刚是正确 但现在会不会正确呢 你会发现它抓到的 我看一下里面A2402 里面的话-28 其实它还有-388 但是它没有抓到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负数好像它就没有办法判断 把它真的当数字看待 所以怎么办 这一题一定要转型 所以402的话其实类似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它做做 一样这边的话怎么转呢 也是一样 把它for i 有没有 for i in ranges 其实就这一串 所以我现在拖揽一下 把它怎么样 就是把这里面的东西 一样把它先读到第十一 然后分别逐一的把它转型 再去判断的话应该就正确 所以我刚刚没有加这个 跟有加这个 结果一不一样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执行 OK-388 就应该是正确 所以其实特别重要 有没有转型 结果会察觉非常大 我发现很多人 其实程式错 都是错在转型的部分 尤其是串列 尤其串列 从外部读进来都是自串 但是它忽略 一直把它当数字来看待 那就会发生错误 401跟402 比较接近 所以请各位待会试一下 再来的话 403 403的话稍微又复杂一点点 它这一题是说 我输入一个A跟输入一个B之后 在A跟B之间 如果是4或5的倍数 所以特别是4或5 要能够什么 person等于0 就是求余数的话 能够被整除的 那就帮我留下来 并且怎么样 输出 而且这边有个输出规则 必须要宽度为4 而且要靠左对齐 输出格式 所以记得用format 还记得吧 我们前面有讲过format 要4个字 而且要靠左对齐 4个字靠左对齐 并且把它总共几个个数跟总和 全部帮我列出来 所以我这边demo一下 403的话 假如说我这边也有一个做好的 你们可以想 那比如说我输入a enter 5到55之间好了 enter 我要的结果就是说 这边4个字 8是不是 5 5、6 6不是 7也不是 8、4 他就把它列出来 4或9的倍数 所以9是不是 4 而且他一定是4个字 并且靠左对齐 然后并且帮我把它整个列出来 而且列出来好像是要10个 如果超过10个请你换行 所以这边可能麻烦一点 10个还要换行 所以1、2、3、4、5、6、7、8、9 10个 10个到这边强制换行 越多换行越多 并且把上面总共total的次数 总共17个 还要把它总共数字加总起来 513 所以这个是总共有几个 这个是加总的 全部的结果 想想应该很简单吧 不困难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想要试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403的话 大概需要就是判断4或9的倍数 把它留下来 并且 它的宽度这4个字 要靠左最起 然后每10个麻烦 每10个换行一次 所以你要让它折行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 先针对刚刚那个 401、402 主要是串列 形态的批次转型 跟那个403题 那个4或9的倍数 把它做输出 试一下 就是要你输入 所以我刚才起始值是5 然后结束值是55 会把这些东西给输出 怎么写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大概把做完的结果 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就是一个A 就输入值 结束值就B好了 这边的话 我有一个C C的话是算它几个 控制 Total的话是它的加总 预设值等于0 应该没问题 然后再来的话 For I in range 就从A到B加1 为什么加1呢 因为它这个最后那个值要算 但是这个结束值 在Range的话 是跑到它的前一个数 所以叫加1 这个没有加1 可能会漏掉一个 如果它能够被4整除 或者是它能够被9整除的话 然后做什么呢 关键来了 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 如果你输出没有加 那个format的话 输出就会变成 全部串在一起 没有那个什么呢 没有就是空四个 就全部变这样 但是如果你今天希望能够让它 变成四个字 而且它要靠左对齐的话 特别注意 这边请你用什么 双引号两个 双引号 然后里面的话大刮斧 先移到中间加个帽 这基本配备 如果说你今天要整数的话 就点D 如果几个字的话就四 四个字就是4D 4D要小写 这样子 如果说你今天要靠哪个方向 比如靠左对齐 请你用小于 如果要靠右对齐 就是大于 OK 特别注意 那如果说你要至终对齐的话 好像就 保持 我记得好 我记得好 所以靠左对齐 这样子 好 那后面的话 请你再加一个点 什么呢 点format 把它format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 放一个i就可以了 这样它就一边帮你输出 一边帮你格式化 这样的话输出 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5 跟55 Enter 点点 这边多这个 更正一下 写太多 点是那个 辅点的才需要 OK 所以它会出现 这边的话更正一下 然后55 跟55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输出 OK 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每10个就换行 每10个换行 怎么做 所以这里下的话 我又多了两个变数 一个是total把它累加 这个是total 反正就把这个i的值 这个里面如果能整除 就把它加起来 加到total里面 那c的话就是算几个 所以特别主要 如果已经到第10个的话 那就换行 那怎么叙述呢 如果c能够怎么样呢 整除10的话 那就帮我换行 所以底下会多一个判断 如果什么呢 c能够被10整除的话 那我就换行 换行的话 怎么 print就好了 这样最简单 那你也可以输出一个换行 如果print OK 最后的话呢 并且怎么样 把那个 就是几个 就print呢 倍数的个数 还有加总 这应该是加总 这个是总和 把那个倍数的总和 把它加上 加到底下 这样的话呢 那基本上就OK了 所以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基本上把它执行 然后输入5 输入55 Enter 这样的话呢 完成 不过还是同样的问题 这个是string 所以最后当然 不如就是这边 不用串接好了 逗点算了 你就用逗点 反正两个形态不一样 没关系 加一个逗点 就可以顺利的 把这一题完成 所以今天的话 大概就是把403 当剩下来的 哎呦怎么要少一个print 最后这边可能要再加一个print 所以剩下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行再去完成吧 这边的话需要多一个print 好 403 那剩下来的话 404到410 就留给各位当成是练习题 那如果 你大概时间没有那么多 你就做双数吧 但是如果你时间 比较充裕一点的 希望多练习的话 那你就把单数题也做一下吧 如果是还做不够的话 后面还有第五类也可以试着做做看 这一题不一样哦 这一题你可以看一下 他是不定回圈哦 不定数哦 就是说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哦 他是很多人的身高体重 很多人 所以你要不断输入 不断输入哦 所以这边可能要跑一个坏回圈哦 来